一命25岁的台湾女子到澳洲念语言学校 结果家属在上个月30号就联络不到人 通报失联 请求办事处来协助 所幸当地警方在2号晚上找到女子了 对紫外交部表示 女子疑似遭到网路诈骗 而且澳洲近期也传出有其他单身女子私踪的案件 就有打工网的这个版主分享了 当地盛行一共是有6种的诈骗手法 不只受害者的钱可能会被骗 甚至可能间接成为车手 白万订阅YouTuber日前到澳洲 布里斯本念语言学校开心拍片分享 还表示澳洲是她去过最幸福的国家 但没想到却发生有台湾女子在当地失踪的状况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一名25岁台湾女子4月6号持观光签证抵达澳洲 但在30号就没有和任何人联络 家属很担忧在隔天通报失踪 5月2号晚间当地警方顺利找到人 对此外交部则表示整起事件疑似遭遇网路诈骗 已由当地警方准办中 网友市井近期澳洲诈骗案件增加 看看澳洲找公网版主分享六大当地常见的诈骗手法 包括汇款诈骗 薪水诈骗 让你付出的钱都拿不回来 另外还有代收包裹账户买卖诈骗等等 只要依照对方给的指令 还有可能一不小心被骗出境去当诈骗车手 得特别留意 根据澳洲媒体报道 两名中国籍女子日前也失联 专家也提醒 如果在当地接到电话 无法判断是否是诈骗陷阱 可以寻求台湾在澳洲的四个办事处协助 也保护自身权益 这杨宗燕 王秋明 台北报道